开堂手杰克的轨迹是有多么的可怕 就在刚刚杰克竟然在科罗斯身上看到了和母亲一样那美丽的颜色 可他坚信这一切都是假象 人在消亡那一刻恐惧的颜色才最真实 面对杰克的风言风语 科罗斯早已不耐烦 正准备动手之时 杰克竟突然飞到了身后钟楼之上 但这在神明的面前毫无意义 只见科罗斯回出一棒 大楼瞬间坍塌 而可怜的杰克挂在了半空 如同待宰的羔羊 难道这一切就那么结束了吗 当然没有 只见杰克拽出钟楼的标盘 直接扔向了科罗斯 见此一幕 众人都认为杰克无比的愚蠢 毕竟人类的武器根本就不可能伤到了神明 可谁能想到下一秒奇迹却发生了 那蝴蝶标一样的标盘 竟直接斩断了科罗斯的手臂 在场的所有人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唯独杰克露出了诡异的笑容 而就在这一刻 科罗斯终于有所察觉 原来杰克的神器并不是剪刀 也不是那个背包 而是戴在手上并不起眼的那一副手套 说出来你们可能不信 这次的女武神幻化武器 竟是杰克强制完成的 可怜的女武神小七 面对人类的怪叔叔 竟也毫无抵抗之力 而这手套的可怕之处 便是杰克触摸过的所有物体 全部都转化为神器 直到这一刻 科罗斯才知道 眼前这个人类是有多么的可怕 原来从一开始发生的一切 甚至连自己的正义 全都在对方的算计之内 而看台上激动的洛基 真想立刻嫁给杰克 而杰克的进攻 似乎并没有打算结束 一时间 所有伦敦街头的尖锐物品 全部都在战动 杰克打算给科罗斯 最后必杀的一击 没错 此时的伦敦城 全部都是杰克的武器 而人类也是第一次面对众神 拥有如此强大的优势 反观科罗斯 此时无比的沉默 就连众神都觉得 他们一直信奉的正义之神 这回真的可能会输 此时的科罗斯 在竞技场上 就那么静静的站着 而人与神之间第四次大战的输赢 可能就在此刻 你根本无法想象 一个神明的力量 竟来自地狱深渊 就在刚刚 杰克将整个伦敦城都变为了武器 这个将轨迹贯彻到底的男人 已经达成了他的完美布局 面对沉默不语的科罗斯 他带着无比的兴奋 将要亲手撕毁着所谓的正义 可就在这时 科罗斯突然动了起来 随着一声大吼之剑 他将手中的大棒扔向天空 一瞬间 整个空间都扭曲了起来 要召唤的竟然是来自深渊的地狱三头拳 不错 这正是十二业障中最强的罪业 巨大的兽爪撕破了空间 而那恐怖的威亚瞬间降临 就连在场的众神也为之动容 而此时 杰克却傻站在那懵得一批 能把一个如此黑暗的男人吓傻的 那一定是更黑暗的力量 只见科罗斯的纹身早已布满了全身 那恐怖的威亚如同冥界的战神 就在所有人都在震惊之余 只有宙斯老头知道 此时的科罗斯在与时间赛跑 这业障的力量 要么彻底的消灭对手 要么自己完全被吞噬 这绝对是一把双刃剑 这个时候 科罗斯终于冲了上去 杰克在慌乱中 将所有能触及到的物体 全部转化为武器 向科罗斯砸去 但很遗憾 科罗斯将这些神器全部的粉碎 面对科罗斯猛烈的攻击 被逼上绝路的杰克 在慌乱中竟然将井盖用作防御 这一刻 他米国队长附身 灭霸 你过了呀 只见场上 邪恶的杰克 使用着正义的米国队长力量 对抗着正义之神使用的 来自地狱的邪恶力量 这注定是一场史诗之战 但可怜的杰克 还是被一拳打飞 甚至连逃跑都已经无法做到 而他引以为傲的蜘蛛侠 飞天神功 也被灭霸 科罗斯一击击落 而面对这种压倒性的力量 开当手杰克 已经没有办法了吗 当然不是 只见杰克突然冲向科罗斯 而在身后 他竟然带动整栋大楼 砸向科罗斯 杰克实在太可怕了 原来这一切都还在他的算计之内 而所有的算计 都只是为了将科罗斯一举拿下 这恶魔般的设计 不愧是被洛基深爱的男人 但很遗憾 所有的人都认为 这是战斗的最后一幕时 一只手突然伸了出来